我们接着讲 一开始讲脉 这个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头 一开始就在讲脉 为什么脉那么重要呢 他第一大段就在讲 脉乃气血先见 后面我就截录了 欲知病源 当凭脉变 什么意思呢 脉 脉就是我们身体运作的一个忠实表现 从脉可以知道 我们运转的机制到底如何 从脉相可以知道 你的一些体征 这些症状 热啦 冷啦 那个是一件事情 我在治病的时候 我如果要用汗的药 如果你不是羊 比较虚 是这个 你如果是羊 比较虚 你可以用汗法 你如果用下法 必死 你反过来的话 你用汗法 也是必死 一定要从脉 去看他身体的真实状况 如何 不能够 不能够只凭他的体征的表现 就做判断 懂我意思吗 这个就是中医一直强调的 不是一个药治所有的病 每一个病 它的体征大部分一样 但是这个主体 它的运转不一样 有些人虽然我流汗或怎么样 可是我身体很强 你可以下这个药 OK 但是我身体很弱的 下了人就死掉了 那这里 以后再看伤害论的时候 可以把这一页单独拉出来 因为对看疾病 会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你可以把它背下来最好 不然的话 你去看后面的 这个麦池或麦符 你都不晓得 这代表什么意思 正常的麦相 春天就是弦麦 弦是有一点紧绷 按下去 那个像琴弦一样那种感觉 夏红就是夏天 麦就比较大 秋天麦就浮 它还是有点点阻力 冬天的麦就是成见 所以他讲那个寒则劳 兼讲的就是这个 冬天的成麦 或者叫食 阴阳相薄名曰动 前面一页有讲 动则为痛 我刚刚说了 什么叫做痛 有一个要过去 一个挡着你 这个叫阴阳相薄 薄的意思 我们讲薄斗 两个东西有接触 两个东西 粘在一起 在做一件事情 阴阳相薄 就名曰动 动则为痛 就是说你有一个东西要过 它把你挡着 这两个东西 形成一件事情 那气血盒就脉 就是缓的 气血平 脉就平 这里可能要 阳动 就汗粗 阴动 就发热 然后 行冷 勿含着 三交 伤你 什么意思 你体温 人家一摸 是冷的 然后你又很怕冷 这说明什么 你已经伤到你最根本的机制了 伤到三交 这次大言高 有听我讲三交 就知道 三交是经络之母 等于是我们的本源 最靠近我们 最深沉的一部分 你把这个伤掉了 就很麻烦了 不好治了 有很多人 怕冷 但是它发烧 发烧的人 很多都是 要盖着大棉被 可是一两体温很热 如果你的体温很低 你还很怕冷 说明你的阳气 已经快要不行了 什么是汗 皇帝内经上就有讲 阳加于阴 谓之汗 所以特别注意了 汗不是只有 流失了精液而已 你还损伤了阳气 它就像是我去烧一锅水 变成蒸汽以后 那个蒸汽叫做汗 当这个蒸汽出去了 你锅里头 不只是锅里头水少了 你那个柴火也少了 那怎么救 流汗流多了 伤阳气 大汗亡阳 最怕的是伤阳气 他对伤精液 不是那么在意 伤精液 不会那么快死人 伤阳气 可能一时半会 一天就死掉了 那怎么救 四溺堂 什么叫四溺堂 你去看所有一家 都是说四肢绝溺 这个四就是四肢 不对 四是西方经 在河图里面 一二三四 西方 什么叫四溺 四是下降的 我顶着它 我跟它溺的 就是生羊 所以四溺堂 讲的就是生羊 汤 甘草 甘姜 父子 人参 现在懂了吗 它为什么会叫四溺堂 就是因为生羊 不是因为四肢绝溺汤 不是四肢发冷汤 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生羊的意思 发汗 一定好吗 张宗景的伤寒论里头 就告诉我们 很多症状出来的时候 你不可以发汗 我这边只列举一些 咽喉干燥着 不可发汗 戴利林 看到了 林家不可发汗 什么叫做林家 就身上有一些开口 会有一些组织液 不管是血液 还是组织液 还是什么其他的体液 往外流的 这叫林家 口干舌燥 都没扯到咽喉 你可以说是西医讲的 扁条线发言吧 那这个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看郭森白讲的 本能论 在网络上有 他讲的很到位 他的意思是说 肢体疼痛是 我也是要身体 要推这些不好的东西 要出去 但是他出去的途径 是走血液血管 不是走汗腺 你要让他有足够的能力 推动血液 然后从血管 微血管那边出去 病就会好 跟麻疹有点像 所以你把它发汗了以后 发汗的结果是什么 血液的浓稠度就变高了 汗为心之液 它是把血液里头的水 抽出来变成汗 所以血液浓稠度变高了 我本来要去推动血液的 这个能力就降低了 所以就对我要去 治这个咽喉干燥 不利 所以他是说不可发汗 窗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 为什么 你身上有窗 我们刚才讲那个 庸阳是什么意思 是一个阳属性的病 对不对 他还需要阳去 去推它 但是你仍然是 持续在这种 有庸阳或窗的这种状态 说明你的阳气不足 就是你一直长窗 就说明你阳气不足 你才会一直长窗 阳家于阴 为之汗 当你阳气不足的时候 不可发汗 他是这个意思 纽家不可发汗 就是流鼻血 的人不可发汗 发汗 就是你如果体液 已经丧失很多 血液丧失很多的人 一直出血的人 不可以发汗 你发汗以后 血液异能从头就变 更高了 所以他就会塌陷 气形血中这件事情 就变得很困难 网血家 跟这个下头的 网血家 不可发汗的意思 是一样的 因为你的汗 都要从血液里头 抽出体液出来 阳气汗热 我是这么看 我们身体运转的一个机制 叫做阳气 当他转过以后的 副产品 像二氧化碳 那个叫做热 所以热和阳气 不能直接化等号 你不能说一个 浑身很热的人 说他阳气很足 你可以说他过去阳气很足 当下未必 这个要特别注意 当下 他这个时候 阳气足不足 从脉里头看 这样懂我意思吗 不要看到一个人 脸很红 然后浑身很烫 阳气很足 我就可以直接给他 用下 不行 如果你一号脉 它是紧脉 很沉的脉 不行 标题定得很 因为上寒论里头 你们看一下 很快看一下 这下面的阳明病 赞予有朝热 反不能死者 胃中必有肇死五六枚 胃中有肇死 什么意思 继续看 阳明病 汉处赞予者 已有肇死 在胃中 此为时也 阳明病下之 心中懊恼而烦 胃中有肇死者可攻 然后病人不大便 五六日 绕急痛 烦躁发作 有食者 持有肇死 故事 不大便 大便也出来了 所以肇死跟大便 不一样 所以 胃中有肇死 不代表 胃中有大便 他不是在讲 胃中有大便 继续看 大夏后六七日 不大便 烦不解 富满痛 持有肇死也 所以然者 本有肇死故 哎呦 肇死也跑来了 那肇死跟肇死 也不一样 赵死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又不是大便 又不是素食 可是跟他们都有关系 他是什么东西 阳明之为病 未加食 事也好 这里又扯到几个东西 第一个 我先讲那个 烦躁发作有食者 什么叫做发作有食 商汉论里头 也有很多地方都在提到 什么什么有食 最早是在《黄帝内经》 第一堂课 我就讲了 虚邪贼风 必知有食 对不对 徐文斌那时候讲说 是按照时间来 我们要按照这个使令 来避这个虚邪贼风 我那时候说 可以考虑一下我的说法 我那时候怎么讲呢 都忘光了 有 他讲的是 刚发生 因为整个左半圆 向上的是有 整个右半圆 向下的叫无 有还特定指 开始那一点 左半圆 一开始那一点 特成为有 因为一开始 他就有了 无还特指 右半圆最下头 最后那一点 因为一直要到了最后 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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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到最后 他才是无 但是整个过程 他也称为无 这边左半圆 整个过程 他也称为有 所以发作有时 就是说一开始 有 就是发作初时的意思 很多 很多在三行那里头 都证明我这个说法是对的 好 我们来看 胃 和死 这个图 右边的 上面的 那个是死 上头是草 下头 一个 框框 里头一个 米 也就是胃的 上半部 我们说是甜 但是不是 是米 所以 我这边定义的是说 胃 它是指 具有收藏功能的形体 那么死指的是 洋气活动 停止 的 机具 你可以说 它和 素食有关 你也可以说 它和 大边有点关系 它只要是一个 机块 有形的 无形的 都可以 它本来这个地方 有洋气活动 但是这个机块还在 但它已经停止活动了 就叫造死 而且停得蛮久的 下一张 来证明我讲的 在 经文里面的米 你看 有 一个叉叉 四点 对不对 和胃上面那个 框框里头装的东西 一模一样 那个就是米 米是什么 不是讲稻米 我在讲熊宾那边的时候 就提到 米路的米 也是一个米 和走 有相关 它是说 到了一个 四通八达的地方 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叫米 同样的 米 指的是 这个圆 我把它分成 八份 就是四正四利 的能量 叫做米 讲的是那八个十点 冬至夏至春分 秋分 历春历夏历秋历冬 这个叫做米 懂我意思吗 所以胃 这个框框 就是把它给包起来的 把什么东西包起来 把四正四利 包起来 就是把所有的气 包起来 具有这样子 功能的形体 下头加一个月肉 就叫做胃 同样的 死就是 把这个 能量 包起来 但是它停止活动了 或活动得很弱 那个草 不是森巴里头 比较弱的吗 它就叫做死 如果它被称为 造死 就干了嘛 就是 洋气活动 已经停止的 所形成的基聚 好 现在开始讲一些方了 常见的中药方 有桂枝汤 麻花汤 麻花父亲汤 这些 带过去 桂枝汤的镇 它是摆在 太阳病比较多 太阳之为病 脉 浮 头向 强痛 就是僵 僵硬 痛 而物寒 那太阳病 头痛 发热 汗出 雾风 下面这一段 我要来证明 桂枝汤 它也叫 羊蛋汤 但是呢 它指的就是 中央土的 就匹 的生巴 为什么 桂枝汤 本为解机 若其人 麦腐紧 发热 汗不出色 不可与也 若酒克病 亦不可与 桂枝汤 得之必殴 以酒克 不洗肝 故也 看到没有 常喝酒的人 不能喝 桂枝汤 一喝就吐 为什么 因为它不洗肝 你说 喝酒的人 不喜欢甜的 那桂枝汤 是不是甜的 那里头有大枣啊 它甜 不是 不是 因为这个肝 就代表中央土 生巴 它指的是这个 常喝酒的人 不喜欢 生巴 你让它 生巴 它就吐 而桂枝汤 它就在做中央土的 生巴 干 这一个字 就代表 桂枝汤的功能 不是说它甜 或不甜 可能吧 对 不是 对 生巴会让喝酒 常喝酒的人 他觉得不舒服 对的 酒有压抑肝作用的效果 酒有压抑肝作用的效果 这个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 来 还有没有问题 好 这边看 用到桂枝汤的 它发热 它出汗 这边又讲 桂枝汤本为解鸡 我们讲 皮煮鸡肉 又一个证明 桂枝汤和中央皮 有关系 那 已经发 汗已经出来了 你为什么还要给它喝呢 它要维持 维持住 让它继续的发汗 但是 不发大汗 待会下一夜 还要再下一夜 才会讲到 就是它出汗 都要 微微出汗 就让你觉得 它有汗就行了 摸起来 涩涩的就可以 甚至你给它出到汗 让你觉得是 有在像出水一样的 你还要拿粉去 给它扑一扑 不要让它出得太大 好 这里有讲 什么是痛 什么是寒热 这个在书里头都有定义 所以 我刚刚讲了过痛 就是说 你 阳气要过 有东西堵到了 过不去 就叫痛 这一大篇文章就在讲这个 那 风寒如果留在脉里头 叫利风 也叫寒热 所以看到寒热 就是 有风寒 在体内 形成 这个阻碍 最麻烦的是 什么叫做 风 大自然有风 我们人体内 为什么有风 人体内有风吗 好像不好理解 对不对 今天 有谁有带 月刊 刚好这个月的月刊 我写那个 生气通天论的钟 我有提到 什么叫风 为什么风 又称为百病之始 很多病的开始 都和风有关 为什么 不是吹风 他讲的风 是我们体内 什么叫做中风 他 在 算是尾书 就是一些 素素的书 就是讲阴阳怒 为风 不是说阴阳在生气 为风 我说过怒 是 一个气 本来正常的 被憋住了 这个叫做怒 所以是 你阳气 要往上走的时候 走不动 被憋住了 或者要沉浅的时候 下不来 被憋住了 这个叫做风 所以就是你转圈圈 转不起来了 不好转了 这个叫做风 好 桂枝汤的方 你们可以不要去记这些东西 先当看有兴趣的这些书来看 有桂枝 有勺药 有甘草 有生姜 有大枣 那这里头 后面写了一大堆 都是说你怎么去做 然后怎么去服 你看 温服令 一时许 变身 这个字我还真忘了去查 他怎么念 为事有汉 不可令如水流离 病 必不除 所以你汉不能出了 湿答答的 但是你出汉 不能只出一下下 你要维持几个小时 都是微微出汉 这个难 所以他吃药以后 还要你喝热粥 来帮你 维持着让你慢慢的出汉 因为吃桂枝汤是 你已经本来就已经有出汉了 如果你一直没有汉 吃的不是桂枝汤 这个是最大的差别 那就是桂枝汤 治病不一定要吃药 不要出很多汉 在练功初期 出汉多是有目的的 甚至 不那样子出 你可能就有一道坎 你还过不来 你身体里头 积聚太多了 要透过这样 比较大量的排汉 让他出来 那我们马来西亚 有个助教 练功很勤 他一天练六个小时 特别爱练龟寿功 练的时候 打电话给老师 老师 我怎么